在台北市区里头也能够品尝得到现捞海鲜吗 台北寸土寸金 竟然有一个老板为了让客人吃得到现捞的海鲜 租下了一个20平的店面 直接当做水族馆 里头养的都是澎湖空运的野生海产 其中最特别一提的是 这个外观很像观赏鱼的红猫 红猫直接拿来梳榨过后 肉质吃起来细致饱满 就因为新鲜看得到 让这家才开业短短三个月的海产店 现在几乎是一位难求 会是各样的水生动物 自由自在 游来游去 你以为这里是水族馆吗 那就大错特错咯 其实这是一家位在台北市的海产店 这里的海产可全都是从澎湖空运来的 让三位小姐忍不住发出惊呼声的 就是这只来自澎湖KING SIZE的龙虾 瞧它的体型就是一般龙虾自卑 光看就让人傻眼 同样大SIZE的还有这个活跳跳的花蟹 全都来自海洋资源丰富的澎湖海域 澎湖海鲜最好吃是因为澎湖海水的咸度大概3.5度 听说有外国的科学家全世界去测过很多地方 听说是澎湖海域的海水是最咸 所以澎湖的海鲜是最好吃 因为海鲜的咸度越咸的话 这些不管是螃蟹或者鱼 它养成的时间就会比较长一些 就因为老板是澎湖人从小爱吃澎湖海鲜 才愿意花成本特地从产地直送台北 其实我们老板他们从来没有做过这种生意 没有干过这种事 那可能就是他可能比较喜欢吃澎湖的这些海产 想一想不然这里来弄一下这样的 看可不可以就是说 以后要自然先不用再坐回去 回去逢一趟这样 红湖人最爱的是这个看起来 个头娇小 昂嘰嘰的红猫 别以为他们是观赏用的鱼喔 它的肉质细致又饱满 只要撒点海盐提味 立刻来个热油SPA 那这个时候呢 又差不多熟了 但是熟了 我们要吃的是它的酥脆度 所以先捞起来 静置一下下之后 等这个油温重新再升高的时候 一次下去的时候火开大一点 就是准备要把油炸出来了 两次油炸逼出多余的油 还记得刚刚昂嘰嘰的红猫吗 换上了金黄外衣 口感更加外酥内嫩 连骨头都可以一起入口 开始看到它的时候 我觉得它的样子还蛮可爱 我就不太舍得吃它 不过刚刚看吃 就咬下去之后 那感觉是酥酥脆脆的 而且我还蛮怕那个鱼刺 那我觉得它咬起来就整块鱼肉 我觉得还口感还蛮不错 今天第一次吃 以前都吃那个红新娘 对 这个肉比较扎实比较多 红新娘是肉比较炒 想吃澎湖当地的花蟹 来这卷没错 瞧这只重达一公斤的花蟹 有一个女生的钱币这么长 要品尝原味清蒸最适合 如果一般的话 你看到餐馆它炒出来的 或者是说一些特殊的 那些什么特殊料理 比如说避风挡 或者是什么酸酥 也许它能够去体味 但是实际上 你真的要吃到螃蟹鲜甜的话 应该我们是会建立 直接表现出它最原始的味道 它叫做鸡鸡清蒸就好 海鲜料理最怕过熟 师傅说时间掌握 冠极的口感 蒸熟的时候 然后你看它冒烟对不对 冒烟之后你不要先锅盖 什么 滚火 销火 然后大概它焖个 大概三到五分钟 然后慢慢的叫做 自动的上下的锅器 反正叫做旋转 这样把它焖手这样 这么大炙的花蟹 浅熬的饱满蟹肉 让人一看就想大快朵鱼 每天通通无空云过来的 而且是活的海鲜 真的好吃又甜又鲜甜 台北市你绝对吃不到的 要不然你这么多人在那边吃饭 为什么 因为就是它新鲜 好吃又便宜 谁说想吃熟青的海鲜 一定要跑到港边 在台北市也能品尝得到 很辣的美味 通常比较知道就是 林森北路有很多海鲜店 可是以这样子规模 而且旁边有洋鱼池的 台北市应该就只有这家了 所以一定要来吃它快了 很新鲜 对 真的没有办法 因为这附近绝对找不到第二家 像这样子有海产店 然后旁边却有洋鱼池的一个地方 最新吃到大虾 这间才开业短短三个月的海产店 靠着老板大方分享澎湖故乡的海味 吸引了满满的气 很多人的海鲜